每周二做事周五上午 储公在部落厨房忙碌的备餐 经过一个小时的喷煮 想喷喷的菜肴就一一出炉 这些都将提供给部落独肌 失能的展辈们享用 部落厨房目前每周固定三天 提供午餐给部落 约40名的主人供餐 或接受送餐服务 一例麦子社福基金会 透过公益募款赞助 7月底在独家长老教会 完成设置一个具有 小型中央厨房等级的独家部落厨房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部落厨房 也将我们的餐食送餐的距离拉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在送餐过程 发现长辈都是在家里 没有办法出来到社会的参与 透过部落厨房的一个建制 我们希望让长辈可以就近 或是说有机会能够走入社区 部落厨房特别聘请 具有执照的主人担任主公 每一道菜色也都是经由 营养师评估调配 那我们老人家吃的方面呢 我们会建议就是低油低盐然后低糖 有营养师这边调配菜单啊 就是有四菜一汤这样子 那能够提供到他们的均衡的饮食 独家的部落厨房初期希望 从部落独机失能的主人共餐服务开始 未来将扩植到193县道其他部落 规划成为送餐服务的自餐点 希望逐步带动汤地长辈朝供根供食的目标 买进 现在把务呢 换了御礼采访报道